白色轎车右转过弯 却撞上中央分隔岛 瞬间翻车四轮朝天 救护车到场 先好驾驶人已经脱困 时间是24号上午接近7点 准备要进入上班交通尖峰时段 这辆进口车倒在台中大理桥上 没多久造成了周边交通阻塞 意外怎么发生的 他因为在转弱的时候 疑似为减速慢行 跟注意车前的状况 导致这个碰撞到 中央分隔岛导致车辆翻覆 意外地点在这里 台中市大理区的大理桥上 当时他就像这辆货车一样 准备右转 而这辆小货车过弯时有减速 但肇事的白色轿车 疑似没减速酿货 他是说有一点晃神 有一点晃神才去撞到中央分隔岛 驾驶是一名20多岁男子 双手受到轻伤 表明自己可以去就医 而这辆进口车外观 看起来没什么损害 只是这一幕 汽车过弯撞上了分隔岛 还翻覆 幸好当时没有翻到分隔岛对象 因为有好几辆汽车 就在那儿停等红灯 幸好没被迫及 TVBS新闻 陈书贤台中采访报道